欢迎收听周末生活通 我是赵婷 今天呢这个 在节目一开始呢 要带大家看电影啊 那很多人呢都好喜欢看电影 以前我也好喜欢看电影 看电影的基本配备就是什么呢 爆米花 对不对 可乐 但是我有一次啊 最近啊 去某一个地方 不能讲哪家电影院 去看了一个电影 然后我就要去买那个套餐啊 爆米花可乐的套餐 还有吉拿棒 吓死我了 好贵哦 贵死了 怎么会这么贵 但比较早期啊 我小时候看电影呢 很有趣 就是电影院门口呢 会卖那个鱿鱼 烤鱿鱼 这样子来宾就知道我的年纪了 为什么会卖烤鱿鱼呢 就是你知道 以前在电影院有烤鱿鱼 还有人卖什么 就是那个 以前西门町啊 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有卖那种 用纸包的 然后里头应该 就是我没有买过 就吸那个锣吗 还是什么 一颗一颗一颗的 我就觉得哇塞 看电影的时候 还可以这样子啊 怪不得呢 这个米奇米尼呢 常常在电影院当中 跟我们一起看电影 好今天要介绍一本书 叫做用电影和孩子 一起学会爱的能力 亲子天下 所出版的 欢迎陈俊荣老师 老师你好 赵婷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 为什么我刚刚说 小时候吃过那个 就看过人家那个锣 就是 你有印象吗 有有有 而且其实我自己小时候 非常喜欢吃 看电影的时候吗 不是看电影的时候 对对对 就会觉得吸起来 有一种 这种口腔旗的满足感 而且你看啊 后来啊 你看我们买面包什么 他们不是都类似 好像假的报纸 把面包包上去 看起来哇 好文青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年轻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啊 他不就是用报纸包成一个 一个什么形状 一个一个 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形状啊 这叫什么形状 就是有点像那个 庆身帽 对 然后就把东西放进去啊 对对对对 所以以前跟现在都没改变啊 我之前去印度玩的时候 那边的小朋友 他们在卖坚果类 他们其实就是用报纸 这样卷起来 后来卷成一个一个 然后在车 他们会骑着脚踏车 把这个呢 在车子后面 有一个大圆盘 就把他一个一个放上去 那后来看到那些小朋友 就会觉得说 哇这些孩子很需要 就忍不住买了好几个 是啊 像我去尼泊尔也是这样子啊 就他 我知道他卖东西有一点贵 然后我们同行的好朋友 就跟我们说 你还是跟他买 因为呢 因为尼泊尔很多人都乞讨嘛 他说 你如果跟他买的话 他就知道说 他可以用自己的能力赚钱 但你如果说他伸手习惯给你伸手拿钱的话 他可能就不会去卖那些手工艺了 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些 我们其实用不太到的东西 就是等于鼓励他说 你有在工作 对 是不是 是 这就是 比如说像我自己在看印度的电影的时候 在搭配自己去印度旅行之后 就会感受到就是说 为什么电影的情节会这样的安排 其实在在地风土民情跟电影的相呼应 也可以让我们看到电影其实带出来的魅力 那你这本书是亲子天下所出版的嘛 用电影和孩子学会爱的能力 那里头有好多的电影哦 还有一些影集 听说你花了三年的时间把它整理了 你为什么不把他出两本呢 看起来比较厚对不对 对对对对 其实在这三年来啊 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 有时候也会蛮曲折的 因为其实对 我大概一年会看两百部电影左右 所以其实自己以前又在 因为太喜欢电影了 曾经在电影公司工作过 所以金马奖的时候 那个外片你都要排队去买票 有些我看我人家背着书包就说 我今天要追三部 我今天要追四部 因为很多片子是没有办法进台湾的嘛 对只有在影展期间才看得到 或者是有些配额你没办法看 所以之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网路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 我们还要在金石堂的门口熬夜排队 对要等到早上八点的时候才开始开卖 老师我以前那个年代就是那个三部曲 蓝色 蓝白红 红色白色 对对对对 这也是在我们书里的延伸片单 特别介绍给新世代的父母亲 这是很经典 他们现在已经新世代父母亲 我们现在看的已经是新世代阿嬷 差不多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差不多嘛 那三部曲一定要看啊 是而且我自己第一次看蓝色情挑的时候 就是在我高中 高中模拟考之后 后来那时候 之后还好之后 朱利亚比诺许演的这部经典的作品 我自己看的时候就是 整部电影大概睡了一半吧 你睡了一半啊 对 后来睡醒之后很奇妙 剧情还可以连接的起来 但是等到大学再重复来看这些经典的电影的时候 就觉得说 哦难怪 为什么他步调会比较缓慢 他到底在每一个场景 甚至是蓝色的异象当中 常有什么样的符号跟密码 我觉得可能年纪的关系 像以前年轻人就是说 年纪到了一个年纪就喜欢听爵士乐 我就猜 到一个年纪就喜欢喝普洱茶 这好奇怪哦 很特别哦 那我们那个年代还有远离非洲 哇对就是 好浪漫哦 对不对 在那边洗头 妈妈咪啊 对在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啊 就是我自己高大学看这部片的时候 就觉得这部电影实在太神奇了 所以书里也有特别提到 影史上有哪部爱情文艺片 是男女主角 几乎整部片快结束的时候 他们才见面 嗯 就是这部 西雅图叶未眠 哦 哦对不对 对 对 这个剧情的设定实在太特别了 对耶 而且我自己看的时候 大概在几个月前 刚好数位修复版又重新在MOD上架 后来我就自己又在那边看了一遍 老师我好害怕哦 这种 这种电影已经变成数位修复版 我们到底是活了多少年啊 我们现在已经变成妖怪了吗 没有而且应该说这一种慢慢讲故事的方式在现在的串流时代啊反而是艺术 嗯 后来还有电子情书嘛 哦对对 因为他们两位就是变成最佳拍档 他们其实一起合拍了三部 三部 之前还有跳火山口的人 所以你看哦 不公平 真是不公平 男生为什么越来越有魅力 为什么女孩子到了这个大概四十几五十更年期的时候你就要走出另外一个样子 但我是觉得美丽十岁不美怎么变啊 萨拉斯东最近看出来好像还不错 这就是书里面其实在我们的第五章 第四章提到的妄爱的部分 其实前面几部片子都是在讲父母情感触礁 可能父母离异的离婚的议题 从中可以看出来其实母亲妈妈的妻子 同时要承担非常多种不同的角色 所以在整个家庭的跟老公还有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 母亲是特别的为难 所以母亲需要有多重宇宙才能survive 妈的多重宇宙 他得到了奥斯卡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得到奥斯卡也是各个公关公司 也要角力 当然 好我们待会就来介绍这本书 他分了很多的章节 但是我们不能一一介绍 但是我们就取中间一些特别 或者我自己比较有感觉的电影 跟大家分享 马上回来 今天我们来谈谈电影 很高兴邀请到陈建荣老师 他好厉害哦 荣护了台北市特殊 优良教师 亲子天下 教育创新领袖 创意教师 还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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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奖项 台北市特殊优良教师是 特殊优良教师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在每一年台北市会 请学校来 主动的来推荐 有哪些老师 可以来教足特殊优良教师 那会分的不同的类别 比如说语文社会 数理 再来是导师或是行政跟校长类 那我那一年呢 去角足的是艺文艺术类 但是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我是以电影为主题 所以被放在电影就是艺术艺文类这样子 所以你可能会跟一些钢琴老师啦 美术老师啦 一起的角足 有 那一年我得奖的时候 就是读学来学校呢 就是看似要祝贺我 但是呢 老师来表演一下 没有 读学就说 哦原来就是你打败我们北女的音乐老师啊 哈哈哈哈 好 回到这本书哈 用电影和孩子一起学会爱的能力 第一个呢 就是说 你要跟孩子一起看电影 那你看了电影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他讨论嘛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 用电影来说很多事情 比爸爸妈妈说有用啊 那老师呢 你有一些章节 我们特别讲一下好不好 有分成自爱 哦自爱非常的重要 自爱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如何告诉孩子 能够产生自我认同 self identity 那因为其实 就很像阿德勒很有名的心理学家说的 就是幸运的人 用童年来治愈一生 不幸的人用一生来治愈童年 所以当我们还小的时候 我们可能因为我们的外形 身高体重 我们的性别 兴趣 甚至是宗教 甚至性向好了 都可能影响别人怎么看我们 但是我们如果长期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 这从小到大是背负了多少的压力啊 对 对所以如何帮助孩子从小 又能够产生自信心 相信自己 可以成为是一个发光体 所以第一章自爱呢 可以说在讲情感关系 情感教育里面 所以非常重要的 所以有美国女孩嘛 对不对 然后呢有魔法 满屋嘛 那小王子 公主心 等等 那第二个章节是寻爱 还有观爱 妄爱 错爱 真爱 创爱 创造爱 就是多元嘛 多元的样貌 对比如说大猩猩的妈妈 去领养一个孩子 对 那其实那就是一个比喻嘛 也可能跟种族有关 也可能跟肤色有关嘛 是 其实就是一个多元成家 非血缘家庭的概念 还有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情 对 做出性别的框架 是 而且像我们最后一部 特别提到的是 一个就是 当我们发现就是 也许我们有身上有病痛 或是我们遇到天灾人祸 在世界上的时间 有时候很难讲 我们到底会剩下多久 但是我们如何把握在一起 如何把生命彼此关怀 分享爱 所以说活着就是最好的礼物 分享其实就是最大的幸福 是 好 我们首先来讲一下 就是前一阵子很流行 很夯的日剧 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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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初恋 对我自己以前对这首歌没有这么大的感觉 但是呢 之前有一部日本电影 哇我自己那时候念书的时候看就觉得 什么什么 太浪漫了吧 我们来猜一猜 几零年代 几零年代 你先不要讲 先不要讲 几零年代 你先大讲 男主角是谁 男主角就是 风川月司 哦 风川月司 我那个年代 对而且在那个时候 就大家看完这部电影 都想要 都要去北海道玩 哦我知道 小尊 但我忘了名字 Love Later 哦对 情书 所以这一次许光翰的电影 18乘2 我有去看 对 其实在电影里面也出现了 其实算是 在电影里面是 算是定毛神针 你怎么会跟我那个 那个 爆米话相呼应 所以我一听说 有机会来上赵婷的节目 相当的开心 谢谢谢谢 许光翰真的超厉害 他可以把日文用背的背起来 而且除了讲出来之后 还要负有这个情感 对 这是真的非常不容易 怎么讲到许光翰 他实在太帅了 而且我们 电影里面就是 关于 关于我和鬼 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其实他也是药角嘛 对啊 那初恋这个影集 其实就从 雨多田光的 日文歌曲得到了灵感 那其实这是日本 电影常有的一种模式 而且雨多田光那首歌曲 又到盘友榜当中了 对 而且因为他大概 相隔了二十年 出了两种不同的版本 对啊 他就把两个版本的故事结合在一起 那我自己看了前几集的时候 就觉得 有一点 步调有点慢 但是到了第三集 第四集之后 就觉得非常的好看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关键 虽然 他的剧情跟日剧韩剧 有很多雷同 就比如说要女主角会丧失记忆 对 但是 很失智的那种 对 对就是韩剧三宝其中一宝 对啊 对啊 但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男女主角 他们的角色设定 比如说女主角 她是个蓝领阶级 以前我们很少看到说 女主角在开计程车 对 是 而且就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她原来在高中的时候 她有机会成为空姐 她英文非常好 但是因为一些的意外 还有情感上的 整个失去的连结 她的人生完完全全转了一个弯 哇 我们休息一下 让大家 吊一下胃口 你就来听听看 这个老师怎么解释 可能你还没有看过 那个First Love初恋 但是你可以去Google一下 去搜寻一下 应该在Netflix可能也还有 非常厉害 对 还算是Netflix的原创影集 好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咯 我是赵婷 用电影和孩子 一起学会爱的能力 但我们今天 现在开始讲的这一步 其实也可以 好像是给爸妈跟老师看的 这个孩子比较 看不太懂 对不对 可能高年级以上的孩子 或者是青春期 对 而且因为现在孩子 对情感的渴望 还有青春期的来临 都比我们以前 还要来得更加的提早 甚至我们班 我教一个年级的时候 就有小女孩跟我说 老师 她是我的老公 小学吗 对啊 小艺啊 同班同学 就是她老公 对 后来我说 你知道老公什么意思吗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 她有同意吗 你讲的好有趣 她没有很同意 但我认定她说了 你打开Facebook 每一个人都是 谁谁谁 许关翰的老婆 刘德华的 刘太太 有没有 张太太 什么都有 好 回到那个初恋 First Love 其实我觉得 您刚刚讲到 它的故事架构 并不是说太 特别 但她能够拍出 这样的一个画面 跟剧情 我觉得真的是好 就是很难得 比如说 女主角失忆嘛 对 然后呢 男主角功课不好 从小喜欢一个 功课比较好的女生 这也是很 很常见 很常见嘛 对不对 就是像那个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对啊 那可是他们为什么 拍得这么好 而且 她也讲到一些感官 那 这里头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 男女主角 因为 对彼此的情感上的 整个失去的联系 所以对孩子们来讲啊 都是一个很大的 阴影跟创伤 所以这也是 比如说女主角的妈妈 就觉得说 男主角跟她不适合在一起 就叫男主角 从此都不要来找她 通常都这样子啊 对 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这对女方来讲 这也是一个 她成长的过程当中 一个极度的拉扯 我们可能 就是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今天孩子在果高中 可能情窦初开 后来呢 大人就强迫说 你们从此不要再联络 我把你转学 但是看起来 孩子很像 接受了 接受了 但是这一些是会 造成情感上的撕裂 对孩子可能会造成 很大的影响 那女主角呢 我觉得 因为我以前不认识她 然后我觉得 女主挺光 不是那个 曼岛光 曼岛光 她也有来台湾颁奖 是 那我觉得曼岛光 她就是演一个 蓝领的计程车司机 对 真的觉得好特别 就第一个没有这个设定 那第二个 她不断地在圆环绕 就是她 我也好喜欢这个 圆环的异象 她就是永远绕 她是 带给别人去 A到B 目的地 她自己永远没有 目的地 她一直在那边绕 她绕不出来 她找不到自己的路 这就是象征着 她失去记忆 很重要的 那一段人生的记忆 所以感觉上 她一直在绕路 一直在寻找 虽然她有了 新欢 后来离婚 有自己的小孩 小孩也大了 小孩也在一个 新世代的 恋爱关系里面 但是对女主角来讲 她很像人生 失落了好几块 找不到在哪里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 这部片 让我很感动了 有几个地方 其中一个呢 就是男女主角旁边 有很多的贵人配角 比如说女主角 在计程车司机行里面 喜欢她的那个男生 虽然长得不好 不见得好看 但是她真心爱这个女主角 当女主角呢 她的记忆被唤醒的时候 她甚至鼓励女主角说 你就是要去勇敢踏出 这一个舒适圈 你就是要勇敢的去追求 你原来心目中的想望 然后呢 当男主角的女朋友 就是她的心理师 对 几乎两个人已经要步入红毯了 心理师跟她讲说 其实我是恒星 我自己会发光 所以你不要觉得 你离开我 我就会怎么样了 他是让她好过 对 但他可能也不见得是恒星 但我觉得这句话很棒 我是恒星 我会发光 对 所以你去找你自己的月亮 自己适合的星球 对 所以其实对男女主角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一段情感在萌芽 甚至是 这个交集非常的强烈的时候 应声被扯断之后 我们每个人要花多少的心路历程 才有办法来修复 老师 我看的地方跟你有点不太一样 就除了这个之外 我还观察到 我刚刚有跟你讲 我说 哇 那个鹦鹉一定是从小就养的 它每次就会在它头上面 那个鹦鹉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它最后 但也还有一片羽毛掉下来 它其实虽然它们搬走了 但它还是有遗留下什么痕迹 就像人生当中 你觉得好像没了 但是事实上 可能在你的心底 有一点点的痕迹 对 对不对 没错 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欢 所以我去年去北海道玩的时候 都还去追它的景点 特别开车去那一个圆环 去他们相见的那一个 意大利面店 还有一个 我觉得日剧很有趣的就是 因为我们有时候在网络上看 或电视上看 你都不知道这些演员 经历了多少年纪 你也不知道自己老了多少 但是日本人基本上 比较少整形嘛 没有发现 女主角的妈妈是 那个 算是一个很有名的演员耶 对 对 对 他也是早期 真的演女主角的耶 玉女 对不对 对是 就像那个阿信 演阿信的那一位 后来我也看了他演那个婆婆 对 哇那真的是改变很多耶 而且他后来还演了一部非常好看 也是我们书里有延伸推荐的 《试之欲合的怪物》 哦 他在里面就是演校长 哦又演校长啊 对 刚刚讲的那一位是那个 小泉金日子啊 哦 对 哦 这名字真的是也是耳熟能详 当时八零年代跟松田圣子终身名菜被日本媒体冠为最成功的三位玉女偶像耶 松田圣子还 还有 对 好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了 待会儿继续聊 欢迎回来了 我是赵婷 用电影和孩子一起学会爱的能力 不仅是电影啦 像影集也很好 像我女儿最近就是前一阵暑假嘛 就是暑假的时候 我就想说 她都不喜欢看那个电影 因为小孩都喜欢拿手机 我想说 以及拿手机不然在大电视上她看 对 我终于找到一个她喜欢看的东西 因为就每个人爱好不一样 她居然喜欢看的是类似韩剧的那种驱魔面馆那种 你知道 哦 OK 神怪的 就是奇幻 奇幻的 对 就是先让她看那些 然后慢慢再引导她看 因为很多东西也不见得不好 她可以从里头看到很多可能化妆术啦 是 或者是说变很强啊 要练习啊等等的 我自己曾经很喜欢看电影 看到去电影公司上班 甚至去张爱佳导演的今天不回家去参加剧组 就可以感受到就是说 其实电影的幕后的产业 其实整个相当的庞大 对 就像赵婷刚刚提到 就是其实像特殊化妆 这个在台湾就是能做的人并没有那么多 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产业 而且我觉得现小孩子比较有概念啊 像我记得我妹妹 因为她比较是比较 她是电脑方面的 有一次我们去迪士尼还是环球影城 我忘了 然后我们去坐一个车子 然后就飞起来嘛 反正就是电影当中的那个 回到未来 之类的 对 然后她就啊 她就说 她就说哇 没想到这里头进去 也没有那么大 原来我们走了那么多地方 然后我就跟我先生两个有点翻白眼 她说其实我们没有走 我那个后头都是布木 她就是动来动起 她可能起来 然后又下来起来 但你知道有些人真的是只是真实的 但从我女儿这一次看电影当中 我发现她其实现小孩很厉害 我跟她说你知道那个去莫比亚后面什么 她说我知道那就是绿木 对 他们起码有这种概念 是是是 对对对 这样很棒 这样就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好刚刚讲到那个初恋之后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台剧好不好 你要推荐什么剧 像我觉得俗女养成记可以说是台剧的天花板之作 而且很厉害的地方 一跟二对不对 对我觉得一已经够厉害了 结果二还更强 对 而且二啊 其实俗女呢很厉害的地方是 她把每一个主角跟配角 配角的心路历程 还有她们的 在某一些年纪的整个心情故事啊 表达的非常的贴切 而且也许多难以谈论或是比较禁忌的话题啊 在俗女养成记里面都可以看到爱的不同的样貌 比如说里面除了亲情友情爱情之外 甚至是离婚或是未婚生子 家暴或者是陈嘉玲的弟弟是同志 而且他除了是同志之外 他还会给他感情线 对 所以就看到哇 很少以前会有这个八点档 或是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聚集 在讨论跟现代的生活脉动 如这么的与时俱进 而且我可能 我在想可能因为台湾就是已经 通过了同志可以结婚嘛 然后多元成家等等 所以其实家的行程有很多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比较有这样的聚集 在韩国就比较少 韩国就是不能说的秘密这样 所以在台湾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很棒的一些戏 是 所以这也是 比如说像很重要心理学理论 在讲悲伤舞阶段 这就是第一季俗女的时候 陈佳玲从台北要逃回台南 弟弟在开车 他就在整个歇斯底里后面上演的五阶段 所以后来我跟孩子们 有机会去一个学校跟孩子分享 青春期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其中有一个就是情感的需求 那情感的需求里 我们当然要跟孩子讲说 我们会想要跟别人发生进一步的情感 但是我们也有可能会失恋 那什么叫悲伤舞阶段 后来就孩子们看了俗女的那一段YouTube的影片之后 我们就找小朋友出来演 找他们演 对对 那后来小朋友就说 原来是在情感上分开之后 我们可能会走这样子的历程 所以其实电影除了看之外 要跟孩子讨论 那我们书后面也有一整本的学习单 可以跟孩子做更多的互动 甚至电影也可以跟孩子一起来演演看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完书之后 还要写东西 写学习单就对了 是不是 不过学习单 这一个部分 其实是我真的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对 那也很多家长看了之后就说 原来如果要跟孩子讨论 身体自主权 那我们跟孩子讲说 不能随便跟人家发生关系 那孩子可能就会觉得 这些老古板又在说教 对 那我们就来设计 就是说小爸妈的天空 因为我们跟人家发生关系之后 可能自己或是对方可能会怀孕嘛 对 那怀孕之后 可能又会面临的 小孩要不要把他生下来 对 那小爸妈会对我们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与其我们跟孩子们摇旗呐喊说 母汤哦 不要哦 不要哦 不可以哦 对 那还不如跟他们进一步的讨论 让他们自己有更多的建构 才不会一直觉得 大人又在洗洗凉 小爸妈的天空 就记得我以前 那个还有一个小爸 小爸爸 那个李志祺还李志西眼的 对 跟杨洁美 对啊 年纪都跑出来了 走出来以后 往上看 天空灰灰的 对 这样大家都回忆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 但是因为孩子 这个在网路当中 他可以找到认同的人 对 所以他在现实社会当中 他如果觉得他没有朋友 不受认同的话 他其实会在网路世界 对不对 而且现在很多孩子都是短影音为主 所以基本上 他们的字 他不会给你起了漏漏 等他说我挺你 我挺你 他就觉得有很多的人 这就很像那种什么 可以就是你打很多东西 然后你也不知道那些人是谁 对不对 对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第三章 关爱这个章节里面提到 就是如何网路交友 在网路上我们认识别人 是需要注意什么事情 当然进一步 什么叫做危险情人 这个好重要 所以也可以给孩子们 好好的看一看 同时你可以跟孩子看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让他自己看 看完之后你再跟他讨论 因为有些小朋友说 我不要跟爸妈看电影 我觉得我跟爸妈看电影 就有压力 或是有点尴尬 对 休息一下咯 待会继续聊 用电影和孩子一起 学会爱的能力 这个实在是 如果要挑这个骗子 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这里头呢 老师谈到了就是 自我认同情感复原 身体界限 跟学会爱人也保有自我 学会爱人跟保有自我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迷失在爱情当中 尤其是说 他可能第一次恋爱经验 他就会后面都是这样 是就会如法炮制 原来的这一个行为模式 对 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说 你为什么不离开他 他对你那么不好 可是他可能前面也是这样 他觉得好像爱情就是这样 他叫我做什么 我就要做什么 他叫我怎么样 我就要怎么样 这很可怕的地方是 有的对方呢 他会灌输 给我们的观念就是 没有人会爱你的 你不值得被爱 所以只有我爱你 所以你要跟着我 这一种就是很可怕的危险情人 对 但是有些就是会不断的 就是你会看这个人遭遇 你觉得他怎么会 第二个又碰到同样的 好像的 又碰到一个同样的 好像的 这就是在我们第二章 提到的寻爱里面 有一位很有名的心理学家 他说在我们童年 情感忽视 被爸妈情感忽视之后 他分了12种不同的类型 12种 所以这也很适合大人来看 我们可能是哪一种 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 我们很容易去 依循着 我可能是怎么样的被忽视 所以我可能就会 不由自主想要去找那样子的 类型来填补 小时候的内在自己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去找都是说 觉得自己老公很像爸爸 因为有的是这样嘛 我要像我爸那样子的 是是是 怎样怎样的 这个都是会 会有这样子一个感觉 会影响 所以你说 多交种各种不同类型 男朋友比较好呢 还是要 从一而终 不同 同样的样子呢 小朋友在高年级的时候 因为我会跟他们讲 我大姐的故事 那大姐 坎坷的爱情故事啊 也是有写在书里面 那后来我就跟小朋友 小朋友就问我说 老师 所以我们要选一个 他爱我比较多 还是我爱他比较多呢 小学生就会这样子讲啊 会啊 会会 而且这大概是 十年前的小朋友 对 就可以知道 其实孩子们 在网路世代之后啊 其实对爱的渴望跟需求 是明显增大的 如果回到了未来 回到了过去 你是以现在这个年纪 看到了你十几岁的大姐 你会跟她说什么 因为你大姐的故事 其实你大姐的人生当中遭遇 就是她这么漂亮 这么多人追她 可是她却找到了一个 不是太珍惜她的人 你会怎么跟她 跟她说呢 所以这就如同 我跟小朋友说的就是 也许 我们要找一个爱她比较 我爱她比较多 或是她爱我比较多 也许这没有答案 但是呢 我们可不可以多爱自己 多一点 对 对 所以如果可以 我就会想要跟大姐讲说 就是 其实我们自己很好啊 对 就是 要多爱自己 所以有的时候人 不知道自己多好 因为你没有评量标准 比如说大家看我 就是说 赵婷你很好 可是我可能觉得 自己没有那么好 我说老师你好棒 你好有成就 可是你觉得我也还好 所以你知道 自我的价值 这个很难讲 那有些人 我真的很羡慕 有一些看起来就是 还一般的 但他自己觉得 我自己很好 我觉得这样很棒 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好 就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所以书里面 延伸片单的 《自爱》里面有一部 约翰屈福塔演的歌舞片 《法娇明星梦》 我就超喜欢 那个小女孩 那个黑人胖胖的女孩 他妈就是约翰屈福塔反串 他妈就跟 你是黑人 你去参加电视节目 去参加超级星星光大道 你不是自取其辱吗 后来但是他的自我认同 非常的高 他就跟他妈说 我很会唱歌 我超会唱歌 而且我很会跳舞 怎么观众会不喜欢我呢 对啊 好棒 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很认同 这种可以训练嘛 老师 可以可以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学习单里面 希望孩子看电影的情节里面 这些主角 他们有什么样子的优点 有什么样的super power 那我们自己呢 就像《魔法满屋》的 这个女主角里面 她不像以前迪士尼的 就是那种瘦瘦的啦 感觉上又是细皮嫩肉 皮肤白皙 她就是中南美洲 就是矮矮 有点风雨 戴着眼镜 完全不像是可以当女主角的type 但是她全部的兄弟姐妹 还有亲戚都有不同的超能力 只有她没有 所以她就非常的沮丧 她会跟她爸妈妈说 为什么你们生下这样的我 我跟他们相比 我什么都不是啊 但是后来她知道 全家整个分崩离析的时候 要靠她来连结大家 原因是善解人意 也是一种super power 对 所以当一个好人 当一个良善的人 哇 这比很多才艺啊 或者是天分 更加值得被看重 哇 太棒了 今天老师帮我们上了一课 在这边我为你颁奖 这本书真的很好看 那最重要的 刚刚我们陈静荣老师说 有一本叫做学习单手册 这里头有好多的内容 就是当你看了这些电影之后呢 你其实可以谈谈 比如说自爱的部分 比如说怎么样做好自己 还有悲伤五阶段 那你怎么样疗伤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孩子除了跟 在电影里面得到这一些 可以讨论的 共通的话题跟情节之外 是大人也要勇于分享 自己的情感经验 跟脆弱的一面 这个好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学会说出来 第一次有点难 但是说出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 好像没有那么难 对 比如说我们可以跟孩子分享 我们第一次谈恋爱的感觉 那是一个什么样心碎的过程 忘记了呢 上个世纪 应该我们都是上个世纪 第一次谈恋爱吧 所以有一部 有一部电影呢 就是死士的男主角 还没红之前 演的叫做爱情三选一 就是学校开始上性教育课程 结果呢 他女儿回来之后 才中年级开始 就一直在想性器官啊 做爱啊 等等的 后来男主角有点 动不掉 女主角就跟他讲说 你赶快告诉我 你跟妈妈到底怎么认识啊 你们是如何生下我的 后来男主角就是 熬不过女儿的请求 因为父母 他跟老婆又离婚了嘛 所以他就说 好那我讲故事给你听 我会讲三个 我跟三个女生的爱情故事 但是你要猜 哪一个是你妈妈 好像妈妈咪啊 哪一个是你爸 好 到底是什么 你自己去看电影就知道了 好不好 今天很高兴呢 邀请到陈建荣老师 介绍这本书 亲此天下所出版的 用电影和孩子一起学习爱的能力 谢谢老师 谢谢赵婷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